Hello,我是James Hello,我是Daphne 我們今早就來到上水一片龍間濕地 就是要找一種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的一種鳥 他們跟香港人都有一個特別的約定 就是當稻米變成金黃色的時候 他們就會回到香港這個地方 和花鳥其實又叫黃空母 以前他們的數量其實非常多 但是因為廣東人興食野味 不信和花鳥有保腎、壯陽的功效 在嚴重的暴裂之下 他們在短短十幾年之間 數量減少了九成那麼多 更加在2017年成為了極度頻毅的物種 即是面臨絕種的機率非常之高 這個問題亦都連帶其他無科的鳥 都受到大量的暴裂 所以近年在香港都有不少的保育措施 包括自2009年香港官鳥會和長春社 在朗原的農地 還直水道 令黃空母在香港過境遷徵時有覓食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可以在上水朗原這個地方 繼續比較穩定地看到他們 講到這裏 都要講一下我和Daphne 和朗原之間的淵源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我們是在朗原認識的 而拍拖後的幾年的秋天 其實我們都很喜歡去朗原這個地方 看鳥 當作拍拖 在金燦燦的杜田邊 我們都看過很多不同的鳥 有很多很特別的記憶 其實以前我還在做尿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在這裏幫忙種過米 種米的程序都複雜 除了要開田整地之外 插養之前要先在苗圃中間培育些央苗 等到山到一定高度的時候 才可以將它移到水田裡插養 那時候和同事驗驗一下 這樣的插養真的挺熱血 有一點可惜就是現在朗原做工程 將來會成為一個朗原自然公園 所以暫時就進不了去了 我們今早就來到朗原附近一片農田 看看有沒有一些黃空毛和他的朋友來 來這裡投展 在這片成熟的稻田裡找食 我們今早見到多少隻黃空毛 好像只有兩隻 黃空毛好像真的只有兩隻 不過還有其他小毛、田毛等等 其實看起來都不錯 但其實待會 長春社就會來這片農田收米 我們可以一齊看看他們收米的過程是怎樣 Karmy 我想問一下其實你們收米的程序是怎樣 我們用人手收割的 所以拿著和簾放一塊田裡 割和草 割和草出來之後 和草上面有一些菊 我們就要把它脫走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部打菊機 開了之後它就有一個滾筒 轉動 轉動的時候就可以把和草放進去打菊機 然後菊粒就會 因為滾筒打進去就會脫掉了 然後就會有一個袋子收集 收集的菊裡面其實還有很多不要的東西 譬如一些雜草 還有一些菊已經被小鳥吃了 然後裡面是空殼 是很輕的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放出來 然後放到一個吹風機 就會把這些垃圾吹走 因為米本身有重量 所以它就會收集回來 儲存之前就要把它曬乾 曬到某一個濕度才可以儲存 否則它就會發霉 米本身的結構就是 它有一個殼 跟著其實有一層衣 那層衣是最營養豐富的地方 不過大家吃開的白米 就是把一層衣拿走 但我們的米就會做醋米 所以那層衣就保存了 開了殼之後就連上一層衣就飛飛的色 然後就會入袋 然後就增胸 然後就拿出來買 即是我們平時吃的東西 很沒營養 我是吃醋米的 哈哈哈哈 但是你們收了米之後 那那些鑊胸毛 或者其他小鳥 還有沒有東西吃的呢 其實在我們收之前和收之後 他們都很多東西吃的 首先他們會在我們收之前 即是說那個米灌漿的程序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有米了 我們收的時候 其實都會掉落地下的有一部分 所以我們又不會突然撿回 所以基本上收完國之後 其實一塊田就有很多菊粒 那不同的鳥 除了黃胸毛之外 其實譬如 那些鑄鏡斑溝 那些文鳥 這些全部就在地上櫻子吃的 所以他們會找到自己的東西吃的 那我也知道你們有出過一些生態米的產品 那其實生態米是一個什麼的理念來的呢 我們希望就因應農間的時間 和配合一些物種 他們的時間去生產這些農作物出來 那拿稻米做例子 那我們一年就會有兩棟米 那通常就是四月插殃 然後七月收割 然後就是八月插殃 十一月收割 那剛剛八月插殃 十一月收割這一棟 我們叫晚棟米 那配合黃胸毛 它經過香港的時候 的一個過程的時間 那黃胸毛他們在北面繁殖 就是西伯利亞 那他們八月九月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牽涉下來 那他目的地就去回泰國 然後東南亞這些地方 柬埔寨這些 中間就會經過香港的時候 那剛剛就大概是十二月 十一月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剛剛的鑽米就開始熟了 那他們見到我們有米 其實他們很聰明的 他們就會飛下來米田 去開餐 先填一下土 然後可能過一兩星期 他們就會再向南非 然後就牽涉回去 他們本身到東的地方 那樣 這個過程就是 剛剛就是配合我們 我們種米的時間 和又配合黃胸毛他們 飛過來香港經過的時間 那希望我們可以種到一些東西 令到他們 這隻極度瓶藝的蜜種 可以幫他們在中途 不要餓死 就繼續飛到南邊到東 那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都知道什麼和花穿 原來也知道原來香港也有很多有心人 在圍著他們的工作 是的 既然知道了他們的故事之後 他們這麼遵守他們秋天的約定 我們作為香港人 或者管理這個地方的人 都要繼續堅持 去做一個他們可以短暫停留 和覓食的地方 讓他們繼續遵守這個秋天的約定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被人襲擊